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的爆发,确诊病例的数字也是一路飙升,现在美国在世界上已经遥遥领先,稳居第一。 那么今天小编想跟大家解释一个比较复杂的统计学的概念,这个概念非常关键,因为只有理解这个概念才能够理解各个国家爆出来的数字,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同等地去对待,去看待。 因为很多人最近在反复地问说,为什么美国就不能每一个人都检测,美国又不是没有钱,而且这个测试的过程也不是那么的贵,为了让大家放心,让大家都测一下,难道就不行吗? 那么今天小编想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谈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其实说是稍微有一点复杂的统计学概念,这个统计概念基本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对于任何常规的测试方法,你都得针对一个特殊的高危人群去测,而不能在普遍的人群中去测,如果在普遍的人中测的话,你会测出一个非常大的假阳性比率。 是的,如果你的病毒检测体系是完美的,那么你当然可以对每个人都测,那什么叫一个完美的病毒检测体系呢? 它的基本概念是这个样子的,首先你得符合它的检测是百分之百的灵敏度,什么叫灵敏度呢? 就是说你有一百个感染的病人,你放到病毒检测系统里面去测试,它会告诉你这一百个人返回来的信息全都是阳性,换句话说,有一百个人全部确诊,那么这个就叫是百分之百的灵敏度。 但是这个还不够,另一方面你要达到百分之百的特异度,也就是说你有一千个正常人放在检测系统里面,你返回来一千个阴性测试结果,那么就表示这一千个人全都是没有感染的人, 这个就叫做百分之百的完美的特异度,那你必须两个方面都满足才能叫一个完美的检测体系。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样完美的检测体系是不存在的。 那么现实生活中,小编举一个非常高效的检测体系,这个检测体系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程度呢? 它的灵敏度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放进去一百个感染的人去检测,它有九十九个人都可以给你确诊是阳性,还有一个人他就是阴性,那么这就算是一个错误了, 那么这就叫做是一个假阴性,那么这一个人他就会说他是阴性,他就把它放到社会上去流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管怎么测,社会上总会有一些带病毒的人在活动, 因为每一个检测系统,任何一个检测系统,它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灵敏度。 那另一方面我们刚刚谈到的特异度,它就是有更高的这种要求, 比如说它千分之一的话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错误率,那就是说特异度要到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换句话说一千个人里面你只犯一个错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放进去一千个人到这个检测系统里头,999个人测试都是阴性,都说这个人没事, 但是有一个人说他是阳性,但是这个人并没有真正的感染病毒,那这个就叫做是假阳性。 那这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检测体系,在这样的一个检测体系中, 我们如果把它用来做高危人群的测试,那么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什么叫做高危人群? 比如说有百分之十的人感染,一百万人里面有百分之十的人感染, 那就是有十万人感染,九十万人正常, 那么把这十万人感染的这个人放在一个检测系统里头, 那么它检测的体质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灵敏度, 百分之九十九的灵敏度,那结果就是说九点九万人确诊是阳性, 一千个人是假阳性,换句话说, 无论如何你这么高的灵敏度放在那里, 你还是会把这一千个带病毒的人让它放在社会上流动, 但是同时的话特异度你是有九十万人是正常的, 那么同时因为你是千分之一的犯错率, 那么其中九百人你会认为它是阳性, 但其实它是正常人, 但是你本身是不知道这一百万人放进去哪个人是真正的感染者, 哪个是真正的阳性, 你只能看结果, 你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你看到的结果是你的阳性结果, 其中有九点九万人是真的阳性, 那另外九百人是假阳性呢? 那它的结果是啥呢? 你有百分之零年九的假阳性率, 换句话说你的假阳性率你报它是阳性, 但它其实不是阳性, 还不到百分之一, 正到这种情况下这个检测体系是可用的, 因为社会上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检测体系, 但是你可以注意到, 它的这个检测体系的核心是针对一个高危人群, 如果把这个检测体系放在好多人, 就是说所有人只要你想测全部都测, 那到了这一种人群里面, 如果一般的感染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话, 也就是说千分之一的感染率, 那么一百万人就有一千个人感染, 另外99.9万人是正常人,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你一千个人是感染的, 你的准确率, 你的灵敏度是99%, 那你就会发现有十个人是假阳性, 有十个人接着在社会上走动, 但是其他990个人你是会确诊的, 那问题的关键其实就出在这, 你99.9万人是正常人, 哪怕你只有千分之一的特异度的这个错误, 你也会说是有999个假阳性, 那看结果的话, 你就会发现有990个确诊真实的阳性, 同时你有999个假阳性, 结果你是说这个阳性, 但是是超过一半的人, 他声称阳性是假阳性,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一般的人群很高效的检测方式, 也会出现巨大无比的这个假阳性的比例, 然而整个假阳性对整个社会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因为如果你这个人是阳性, 你检测出来了, 你要把他的家人, 还有跟他接触的人全都隔离起来, 那对这些人的生活冲击是非常大的, 包括同时你对整个医疗体系, 对护士们你得看着他, 不停地把他放在那儿做进一步的检测, 对整个医疗体系, 你也会增加格外的压力, 而且你社会上本来可能是只有1000个人是带病毒的, 但是你最后声称有两三千个人, 那么对整个社会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小编说各个国家的数据是不能够放在一块一起看的, 因为每个国家对于高危人群的定义是不同的, 因为对于高危人群的定义不同, 所以造成各个国家检测的数量不同, 那最后呈现出来的阳性数量就是不同的, 所以今天小编在这里和大家聊这一些, 一方面是想跟大家说不能够简单的看数据, 因为数据本身是非常懒惰的, 网上一个人收集起来, 但是每个数据后面都有很复杂的原因, 很复杂的因素,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整个检测的过程中, 各个国家的高危人群定义不一样, 所以这个检测出来的数字也不一样, 因为各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不可能去测试所有的人, 但是美国现在的测试数量呢, 也是在不断地增加, 所以确诊的人数呢也是不断地暴增, 但是小编在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不要太过于恐慌, 但也不要掉以轻心, 还是那句老话, 待在家里, 勤洗手, 勤消毒, 保持身心愉悦。